今天是大年初二 咱们做一个百年树仁 割这个西兰花 咱们的配菜有 红辣椒 蒜 蘑菇 葱 用西兰花做一棵树 现在就给它一朵一朵的都嘎下来 这个底 就是树干 一定要给它蒸好了 别碰 这个树啊 把这个树干呢切 不是对边切 切的一多半 这个树干洗的时候啊 一定要搁点面粉里头 给西兰花搁点面粉 它那个里边那个虫啊什么的 卵呢就能 就能那什么洗下去 一定要抓抓鱼 这样呢就搁水 清洗 这样就搁水 多清洗几遍 树啊也有土 咱们用这个蘑菇啊 来做这个土 给它改点刀 给它都改成这样的刀 给它摆上以后呢 它能站起来 这样像是土地似的 像是土地似的 那种软的 就带出去了 咱们现在就把西兰花下到水里 焯一下 焯个一两分钟就可以 这个树干呢也搁里头 焯一下 它不能焯得太软 就是厚隔 焯一下就可以了 焯成六成熟 六成熟就可以了 就是焯蘑菇焯一下 西兰花啊 你们自己也看一看 要假然说 西兰花和蘑菇焯不到一分钟就可以了 反正就捞出来过凉就可以了 现在就把这些个辅料啊 给它做一下 咱们这个红辣椒呢 是点缀的 切成小菱形块 红辣切得越细越好 为什么这么细呢 就是焦到那个 做出来这儿 焦在树上 它好看 你太粗了就不好看了 葱啊 蒜都是树上的花菇豆 一定要切细一点 树 树咱们就搭起来了 咱们浇上这儿 这个树啊 你个人的喜好 你想摆的好看的 你就自己细点心就可以了 咱们给树 创造点颜色 香蒜 放进去炒香 姜和蒜炒香 加点水 增加的粘稠度 倒点酱油 倒点蚝油 胡椒粉 来点蜂蜜 现在就勾芡 薄薄的芡 这个芡呢 能均匀的挂在这个树叶上 现在就往树上浇这些汁 这些汁啊 就像下锅鱼的鱼一样 要慢一点 浇得更漂亮一些 别着急 咱们就给它搁上人 红辣椒啊 就代表着人才 百年树人 做好了 人才啊 是最难培养的 辣椒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试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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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